自己在家必做的26道特色美食 真是好吃又解馋 第一道 孩子放假 想吃大棒骨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酱香浓郁 软烂脱骨 做法还很简单 五块一斤的大棒骨 冷水下锅 加料酒去腥 超过水后放入锅中 放葱姜 八角干辣椒 一袋大棒骨酱料倒进去 就不用加别的调料了 加清水没过排 后盖小火炖70分钟 大火收浓汤汁 这样做的大棒骨软烂 老人孩子都爱吃 第二道 我家三个儿子 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砂锅干煎猪颈肉 做法简单 好吃又下饭 十块一斤的猪颈肉 给它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放盐生抽 蚝油胡椒粉 生粉鸡精 用我的左手 抓匀腌制十分钟 再放一勺食用油 锁住水分 油热下葱姜蒜炒出香味 倒入腌制好的猪颈肉 给它均匀的铺平 盖上盖子煮五分钟 开盖翻动一下 再煮两三分钟 出锅前撒点葱段 翻拌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砂锅干煎猪颈肉 鲜嫩爽口 你也赶紧收藏试试吧 第三道 两斤鸡爪 一个柠檬 先来给它修个指甲 冷水下锅 加姜片料酒 煮十五分钟 捞出过一下凉水 加多点蒜末 小米辣 柠檬 香菜 一袋泡鸡爪的 泰式酸辣汁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 再抓拌均匀 腌制两小时 酸辣爽脆又入味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四道 如果孩子不爱吃肉 当妈的 可以试试这样做 首先把山药剁成泥 放入碗中 再放入五毛钱肉末 加盐生抽一勺淀粉 充分搅拌均匀 像我这样铺在碗底 加少许清水 打一个鸡蛋 几颗枸杞 放入锅中 大火蒸十五分钟即可 简单又营养 第五道 为什么泰式餐厅的招牌材 咖喱大虾那么好吃 其实自己在家做 也非常好 简单准备十八块一斤的大头虾 先剪去虾须 再剪去虾腔 挑出虾囊 然后再加盐和垫 用左手抓拌均匀 锅中油热 下入土豆炒至焦香 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放入大头虾 煎至八面金黄 然后加入洋葱 炒出香味 把咖喱酱倒进锅里一起翻炒 入味后 加入煎好的土豆 一碗我家的自来水 扣盖焖三分钟 出锅前加入配好的叶浆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每一只大虾 都裹满了浓郁的咖喱酱 让人闻到就想来挤碗米饭 真的太香了 第六道 我家三个儿子 特别爱吃盐焗手撕鸡 但是我从来不去外面买 因为自己做的 真的太简单了 二十块买了四个新鲜鸡腿 用开水烫一下 会更容易上色 然后倒入一包盐焗鸡鸡粉 加一勺食用油 涂抹均匀 腌制十分钟 水开上锅蒸二十分钟 出锅放凉后撕成小块 加洋葱香菜花生米 有条件的撒点白芝麻 抓拌均匀即可开吃 咸香嫩滑 特别好吃 一七道 没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试试这个麻婆鸭血豆腐 保证能多吃两碗米饭 水开放入豆腐和鸭血 煮一分钟捞出 油热放葱姜蒜 倒入麻婆酱翻炒 小火炒香后 加入适量清水 倒入豆腐鸭血 咕嘟个两三分钟 淋水淀粉勾芡即可 麻辣鲜香 特别好吃下饭 逼八道 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茄子放锅里蒸一蒸 这样做的蒜蓉茄子 竟然比烧烤店里的都好吃 洗净的茄子放锅里蒸十五分钟 蒸好的茄子从中间滑打开 然后再用勺子摊开 铺上蒜蓉酱再淋少许香酥 炸上葱花 淋热油激发出香味即可 学会了收藏做起来吧 逼酒的 以后你要是想吃炒饭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越吃越香 一吃就停不下来 首先让老公下两个母鸡蛋 给他快速炒散 炒蛋炒饭一定要放两片葱花 这样才更香更好吃 倒入剩米饭 倒入一袋外婆菜 最后多放点葱花和香菜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炒饭这样做 越吃越想吃 你也做起来吧 第一时到 空心菜买回来别总是生吃了 像我这样做个凉拌空心菜 给肉都不换 水开放少许盐和食用油 倒入空心菜 捞出头粮 这才是空心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碗中加蒜末干辣椒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倒入白灼汁搅拌均匀 淋在空心菜上即可 开吃酸辣开胃 特别适合夏天吃 一时一到 饺子皮沾上食用油 十个一组叠放到一起 用我的左手 从中间向外面按成薄一点的饼 放龙屉蒸12分钟 肉丝加盐 胡椒粉 料酒 鸡蛋清 淀粉 轻轻抓拌均匀 热锅凉油 放入肉丝 用筷子搅散 炒至肉丝变色成熟 加一包金酱肉丝酱 就不用再加别的调料了 开小火炒鱼 炒出香味 撒上点黑芝麻 蒸好的饺子皮趁热撕开 搭配点葱丝 黄瓜丝 一口一个 比烤鸭都好吃 第十二到 寒假已经到了 孩子喜欢吃鸡米花的 我教你在家做比买的好吃多了 干净又卫生 鸡胸肉一分为二 切成大大的小块 加葱姜盐 胡椒粉 料酒 生抽 蚝油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准备炸鸡裹粉 先裹一遍炸鸡裹粉 蘸一遍鸡蛋液 再裹一层炸鸡裹粉 抖出多余的鳞片 六成油纹下锅炸 炸至金黄煲出 这样做的鸡米花酥脆好吃 不会做的赶快试试吧 必食三到 一定要记住哦 家里有粉皮的你 就像我这样做个粉皮炒鸡蛋吧 简单好吃下饭 今天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把粉皮泡软备用 碗中打入两个笨鸡蛋 加点盐搅匀备用 锅中油热 倒入鸡蛋液 快速滑散 炒熟备用 锅底留油 放粉皮 加生抽老抽 五香粉鸡精 一小碗长浆水 把粉皮炖至软烂变色 如果你喜欢 你就给个关注吧 放入鸡蛋蒜苗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粉皮炒鸡蛋 全家人都喜欢吃 你也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 一上火 就很多人喜欢去糖水店 喝绿豆稀米露 其实我们自己在家做 一点也不难的 把绿豆冻成冰 再加水煮四十分钟 这样绿豆更容易起砂 水开下入稀米 快速搅拌防止粘连 煮到中间剩下一个小白点 关火盖盖 闷至完全透明 再过一遍清水 稀米就变得非常Q弹了 绿豆煮出砂后 放入几块冰片糖 煮到完全融化后 再放入稀米 美味的绿豆稀米露 就做好了 上火的时候 来上一碗绿豆稀米露 真的太舒服了 赶快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在广东 除了煲汤以外 生滚汤也是很拿手的 尤其是这道丝瓜滚猪肉汤 首先地里挖来的丝瓜去皮 然后切成滚刀块 锅中油热 打入三个笨鸡蛋 煎至两面焦香后 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样煮出来的汤才会又浓又白 煮开后倒入丝 刮新鲜的猪肉 再来点姜丝 开大火煮上三四分钟 最后放少许盐和鸡精调味 有条件的来点枸杞 这样做的丝瓜汤 汤鲜味美 好喝又营养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 必须六道 以后你要是想吃酸菜牛肉面了 可以试试我这个做法 简单方便又好吃 切好的新鲜牛肉 放点生抽 蚝油淀粉水 给牛肉简单的入个底味 再放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腌制八分钟 锅中葱蒜爆香 放一包金汤酸菜酱 其他的调料都不用放了 加适量的开水 煮开后放入面条 煮上个三两分钟 再放腌制好的牛肉煮一分钟 出锅前放点爱吃的蔬菜即可 这样做的酸菜牛肉面酸辣爽口 真的非常好吃 一时七道 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洋葱放锅里蒸 一蒸出锅 就是一道大人小孩都无法抗拒的美食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也没有吃过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洋葱 像我这样对半切开 注意千万不要给它切断了 再切成四半 最后切成八半 然后放入碗中 就成了朵莲花的形状 然后再挑三个正经的母鸡蛋 打入碗中 再放一勺食用盐 增加底味 还可以使鸡蛋液快速凝固 搅拌均匀后加入1.5倍的温水 再用我培下来的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打匀后撇去浮沫 蒸出来的鸡蛋才会细腻光滑 再把打好的鸡蛋液 慢慢地倒入洋葱里面 水开上锅蒸十分钟 蒸好后焖三分钟 再取出 最后放葱花 再淋上少许生抽 最后浇上热油激发香味 这样做的莲花蒸蛋不仅造型好看 闻起来也特别香 吃起来也滑滑嫩嫩的 特别的好吃 喜欢你也收藏给家人做起来 以后铜蒿再买回来 就像我这么做 清脆爽口 营养又美味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水里放一勺盐和食用油 水开下入铜蒿 这才是铜蒿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烫个30秒捞出 整齐的摆入盘中 碗中放蒜末 葱丝 红椒丝 烹热油激发出香味 倒入白灼汁 搅拌均匀 最后淋在生菜上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清脆爽口 好吃又下饭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十九大 我告诉你 以后要是想喝紫菜汤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又好喝 首先紫菜加清水清洗干净 挤干水分后放入碗中 加葱花香菜 西红柿丁 一勺虾皮 少许盐生抽 麻油胡椒粉 最后倒入碗中 就可以开喝了 点赞收藏起来 想喝你也回家试试做 第二十道 很多人喜欢吃西餐厅的蔬菜沙拉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搭配 其实做法真的很简单 先用苦菊和紫甘蓝垫底 再来点黄瓜 西兰花 小番茄 虾仁和鸡蛋 補充蛋白质 放入沙拉酱 拌一拌就可以开吃 这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第二十一道 往电饭锅里放点绿豆 出锅就能做出 绵软香甜的绿豆糕 做法简单 大人小孩都爱吃 开准备脱皮绿豆 不用提前泡 用清水清洗两遍 煸饭锅 加平时蒸米饭一样多的水 煮饭间半个小时 煮好的绿豆轻轻一捏 就绵密翻沙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白糖 用擀面杖或绞肉机压成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绿豆泥包上一块红豆沙 团成球 用脱皮绿豆自带的模具 给它压成好看的形状 也可以加点水果 做成不同口味的绿豆糕 自己做的绿豆糕绵软性 干净卫生 鱼外面卖的好吃多了 学会了赶快做起来 1212刀 在广东很多人都喜欢吃马蹄糕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成功 今天分享我这个方法 就算厨房小白也一样做的好吃 准备两片冰片糖 加入500克开水 搅拌均匀 倒入马蹄碎 用上一包波仔糕粉 蒸盘底部刷油防沾 再倒入粉浆 水开之后下锅蒸 大约30分钟就可以了 蒸出来的口感Q弹爽滑 真的太好吃了 这是我秋冬季节 每周都要喝的萝卜丝煎蛋汤 汤鲜味美 孩子们超爱 先把白萝卜切丝 油热放萝卜丝 炒出萝卜的腊味 盛出再煎两个荷包蛋 想要汤吧 一定要加入滚烫的开水 放入萝卜丝娃娃菜 盖盖煮15分钟 撒上枸杞小葱花 最后放盐胡椒粉调味 买白鲜香 太好喝了 一二十四刀 老铁们啊 这个菜在我们这边叫蒜黄啊 在你们那边叫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改刀切断 来点木耳啊 起锅烧锅 放少许的油啊 打八颗母鸡蛋 条件不好放一颗也行啊 炒熟到处备用 底锅放油 下入葱花爆香 下入蒜火 大火翻炒啊 炒至断生 下入盐味精调味啊 继续翻炒均匀 下入鸡蛋炒匀 淋香油啊 出锅啊 制作完成 准备半颗我妈腌的酸菜 切成丝焯一下水捞出 起锅烧油 放点猪大油 没有可以不放 放肉丝炒香 放葱花蒜末 13香一瓶鲜酱油 下入酸菜大火煸炒 多炒一会 放一点水 泡好的粉条 盐鸡精调口 红烧酱油调颜色 蚝油继续翻炒 炒至收汁 酸菜粉做好了 炒 炒 炒